燕红的山樱花搭配绿树 交织成春天最梦幻景色 地中高海拔都可以发现山樱花的踪迹 也为台中大黎山地区赏樱记拉开序幕 来我们黎山的话像冬天就是风景嘛 那我们可以像山樱花都有开啦 那我们的樱圆秋还有西利克步道也都可以去走一走 然后可以往我们的福寿山上去 那沿路的风景都很漂亮 从武陵农场到福寿山农场千樱园 樱花盛宴接力登场 游客可以从台七甲线宜兰进离山 或是从花莲或西部走中横到离山 沿途群山环绕 云海飘飘 点缀的红色山樱花就像影冰花一样随处可见 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离山宾馆 也是我们台湾著名的一个地标 在离山已经有一个至少有50年以上的一个历史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来离山 或是福寿山甚至临近的五营农场 我们要在这边的话要注意保暖 然后我们要看天气气象 那如果下雨天的话 我们因为天气冷 我们在荷欢山可能会下雪 可能就要改道 就要从宜兰上来 不然就是从花莲上来离山 在防疫的工作上面也要特别注意 离山游客中心将在大年初一 由在地泰雅青年组成的山羊乐团热闹开场 去年12月受好评的离山山谷灯光节活动 主要灯组将延展至2月15日元宵节当天 让游客在过年期间感受欢乐年节的气氛 又可以来一趟赏英青旅行 新唐人亚台电视 廖立芬台湾台中报道 新唐人亚台湾台中报道